鼓励企业单位设置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这天举办台中市阳光A+,竞赛的颁奖典礼 表扬16家企业 台中市副市长令狐荣达表示 为了达成2050年近零碳排的目标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和辅导企业 设置再生能源和减碳节能等相关作业 希望产观界一起打造用序城市 从台中市副市长手中接下奖牌 肯定他们对环境永续的付出 表扬的这16家企业 都是这次由台中市政府主办的阳光A+,竞赛 与商场低碳认证的得奖者 如果这个竞赛 希望能够鼓励大家 能够注意节能减碳 注意到环境的保护这一方面 那像现在整个全世界的趋势 就是永续发展 永续发展 那么联合国的SDGs 这个里面就注意环境力 这个社会力 那么跟经济力 那尤其在这个环境的这方面 大家都非常重视 为了达成2050年近零碳排的目标 市府积极推动与辅导企业 设置再生能源与减碳节能等相关作业 这天举办竞赛颁奖 四家获得绿能奇迹奖 六家是绿能贡献奖 另外六家是商场低碳认证 透过奖励与肯定 让产观界一起打造有序城市 所有公司所有的能源状况做盘查 来了解我们所有耗能的状况 那这个盘查出来 我们必须透过系统来管理管控 让它透明化 那我们的目标的话 会配合政府在2050年的话 达到零排碳 像光电啊 风电啊 这些的这个所谓的绿能 那另外也能够重视减碳 那么就让我们的这个环境 能够这个更好 市府强调台中市再生能源 太阳光电四倍增提前达标 再生能源装置容量也是全国第一 希望透过民间企业的力量 带动再生能源的利用 让台中成为绿能永续的宜居城市 记者李靖养台中采访报导